那主園區 請問請請 我今天在去義州看報采 現在410天公開行政媒體跟他們忙 他大概的講法就是說如果卻有此事 就是說上面募款是不順利的嗎 你們也去募款嗎 那就是證明坤那 然後不蓋於簽約 給我證明坤去募款 還可以證明坤去募款 就他們等他募多少 1.2億 1.2億啊 不是6億嗎 要基座6億給回奏 基座6億其負存 喔基座6億 他現在募2億 應該說本來1.2現在便要募2億 他本來是基座6億嘛 那丁桃 丁桃的那個媽祖神像 佔1.2億 那結果議會決議不是說希望他可以 他們自己募款嗎 結果他把1.2億扣掉之後 加到那個基座裡院 就基座還是用6億去發包 本來6億是上面加下面 現在6億之分下面 啊他上面那個 這個是他就 是他發包的嗎 老虎就發包掉啊 已經發包了 6億 6億都發包掉了 基座 啊那個1.2 然後上面那個1.2對不對 後來要求他們去募2億 募2億來做那個媽祖 那募2億是誰 喔 事武當時要求他們去募2億 他這個是台灣媽祖聯誼分 對對對 他這邊還賴 靖哥 請來這四針顧問 問問問嗎 沒有啊 因為不知道怎麼吵 好,大家請就座 彭副市長 原局長 王局長 還有卓局長 各單位主管 還有我們議會同仁 還有媒體先進 大家早 今天我們第三天的 教育文化委員會的 業務質詢 我們這順的時間 15分 每個議員15分 首先我們請 洪金虎議員 現在開始質詢 主席 潘副市長 在場的議局主管 還有我們 議會的議員好朋友 以及我們在場的媒體 大家早 首先 請教育 我們的教育局局長 請問 我們的局長 我們 台中市 國中小 整共是 多少個學校 原局長 謝謝主席 謝謝 洪議員 目前 台中市 是韓 正在興建的 總共有307所學校 307所學校 如果說包括高中的學校的話 就包括多少 大概多少 也包含九所 完中 都包含 就是 完成中學 對 完成中學 高國中小 總共307 是 300 307 307 是 呃 請坐下 在這次 你的政策裡面 呃 為了領養 這個果的部分 呃 一個學校 來領養一隻果 就補助 五萬塊錢 那這樣的部分 如果說國中小 的學校 每一個學校領養 一隻果的話 大概經費就 一千 大概五百多萬嘛 是不是 請問局長 呃 當然 呃 洪言應該也知道 呃 目前 這個是完全 要有誓言 要有相關的配套措施 都具足了之後 那麼才可以領養 那目前 呃 確定了是七所學校 那如果說每一個學校都申請 都有在領養的話 那應該你要補助他們啊 是不是這樣子 呃 照數字的形式上是這樣 但是事實上也沒有那麼多 沒有那麼多的 可以領養 因為那個都要經過篩選的 好請坐下 謝謝 所以啊 有這麼多的議員 都 不認同 你這個政策 所以我想 應該 把這個領養果的部分 齁 我們交給農業企 他們才是一個非常專業的 我們教育企 應該著重在 我們 小朋友的一個教育 學生的教育裡面 包括 學生的 所有的福利 來做 來做以考量才對 來做以考量才對 而不是在 我們 我們農業企 這個部分 萬一 這個果 咬上了學生 萬一這個果 有 寬泉病的時候 會咬到學生 這個學生會變成怎麼樣 有 有沒有生命的危險 請問 請問局長 有沒有生命的危險 請先這樣答覆 謝謝 洪一眼 其實 這個當然是我們跟農業企 充分的合作 那麼 剛才洪一眼講的 我非常讚同 就是說 辦教育是為孩子的各種的課程教學的設計而來 事實上 如果 洪一眼知道的話 應該很清楚 這樣的方式也是課程的一種 也是教學的一種 也是學習的一種 所以 不是說 他純粹就是把它當成 一個 農業 的一個 狗來看待而已 那當然這個安全 絕對是我們最首要考量的 好 請坐下 因為農業局 有編了很多的預算 就是動物之家 應該有他們在領養 把這些的 這個狗啊 由他們來負責 專業的 來管理 那如果說 有民眾 來自己想要認養的話 有他們要到農業局去申請去領養 這樣才是OK的 因為他們有在編列這些預算 那如果你在編這個預算 我認為就是很不妥的 所以很多的議員為什麼不論同 不果同 就是這樣的一個原因 教育局 是重視在於教育 包括學生的福利才對 要提升這些 教育上的一個問題才對 而不是我們在著重在 這些動物上 所以這些動物上 我們要回歸給農業局 他們來去處理這些事情 如果說 我們有民眾 才要領養 到農業局他們去領養 這是OK的 所以我想 在很多小朋友 這個近視眼 有很多弱視的主群 都沒有辦法佩戴這個眼鏡 那這些的經費 你把這弱用在 小朋友的這些的福利上 不是更好嗎 那我相信 我們所有的市民 馬上就有感 所以這個部分 我想 我們的企長 你一定要做一個非常 很深入的研究 就這個部分 我們要著重在 教育 跟小孩子的福利 這樣可以嗎 謝謝宏妍的一個建議 這個 本身這個就是一個 課程跟 學習的方式之一 當然我們不是把它當唯一 那剛才宏妍講的沒有錯 民眾也是一樣 可以透過一定的程序 來領養 我覺得 兩年前 有一部 紀錄片叫12月 哇 那個感動多少人 幾乎進到 影宴裡面進去 再出來的 包括小朋友 都哭了 那 原因是因為 這樣的生命 因為沒有人 沒有人關心 沒有人領養 就 要 這個 所以 事情的話 你們馬上就通告 我們農業局 有農業局去處理這些的 農業局應該 我知道他們有這樣的程序 跟 做法 好 謝謝 紅眼的建議 謝謝 那請問一下 我們 2019年 我們亞青的運動會 那請問一下 我們 交易局 我們目前 我們台中市 我們有在臨前 我們的選手嗎 有多少 在目前 我們 台中市 有達到 這種標準的學生 你們要做調查嗎 請問一下機長 好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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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參加 我們 請問一下 調查 調查 以及 我們的 我們 所以我們才重視的體育的發展 這樣才對 所以啊 有很多的預算 像我們剛剛所講的 戒血果的預算 每個學校五萬塊錢 那不如把這些錢 用在選手的這些的 來培訓的一些計劃 跟一些陰陽 不是很好嗎 所以 這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 我們既然 我們這次要辦亞軍的運會 我們更要重視 我們的選手 來在我們台中市發光發亮 而不是在 領養這個國 在補助這些 應該要重視這些 選手的一些的陰陽 跟修煉的費用 我們等於是 人不如國你知道嗎 所以這個局長 你一定要把這些的政策 要做一個修正 好不好 其次 我們和平期啊 和平期有一個和平國中啊 在還沒有和平之前 和平國中啊 校長 包括和平期的所有的鄉親 一直在堅持 能夠爭取和平國中 能夠升格為縱火高中啊 完成中學啊 但是到目前為止啊 很像都沒有訊息啊 請問局長 和平期 和平國中 是不是可以 升格完成中學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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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和平期的三地鄉的國中 在他們自己和平國中的 他們自己和平國中的 學校裡面 來完成中學 來在那邊 來救學 他們不希望來到都會裡面 因為小孩子來到都會 第一個 家長管理不到 很容易血壞 所以他們很不放心 嚴重的小孩子來下都會裡面 他們是希望能夠留在和平期的和平國中 來完成中學 請問局長 這個和平期的三地鄉的國中 可以升格嗎 跟紅眼報告 目前已經挺學校在提評估計畫 已經在提評估計畫 因為一個完中的設立 它有一定的要求跟標準 但是我們的目標跟理念 是會期待 但是我們要考量到 這個理想和現實間的折衷 我問一下潘市長 請問一下 我們和平期的和平國中 能不能升格完成中學 請問一下市長 主席 謝謝洪議員剛剛的這樣的一個建議 我想對和平國中 是不是能夠來升格為完全中學 那麼如剛才 顏局長特別有提到 這個整個改制的部分 他們來提出做一個評估 他們已經努力了很久了 是是 從還沒有和平一直到現在 一直都沒有答案 所以副市長啊 副市長啊 你一定要關心和平期的小朋友 包括和平期的所有的鄉親的權益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把他們把它邊緣化 來重視都市的 這是非常重要的 是我跟洪議員報告 我想市長對和平區啊 非常的重視 也有一個和平專案啊 那麼表達的整個市府啊 對和平區的這個整個作為 我想在和平國中的 改制的這部分啊 我們會來審慎做評估 你講那麼多啦 我的意思說你要不要做 要不要做 我跟洪議員報告 我想在評估之後 我們會來做一個決定 重視噴嚴的一個學校 是是 這一定要特別來注意 好 請問一下 你要評估多少時間 我想看這個整個資訊 還有包含我們當地學生 他的學生數跟就學狀況好不好 我跟副市長講齁 從還沒有和平之前 就討論到現在 到底要評估要多長的時間 才能讓我們和平區的和平國中 來升格 那我跟 等到喔 這評估要那麼長嗎 就利用這兩個月的時間 好不好 來做一個評估 兩個月好 OK好謝謝 好謝謝 呃 我們演講 做一下齁 剛剛你聽到齁 我們 潘夫人講過兩個月 齁 就一個答案齁 要給我們的一個答案齁 所以你要做一個努力齁 齁 謝謝 關於齁 原住民的那個摩尼老師啊 摩尼老師 他們的比賽齁 每一次齁 我們摩尼比賽 齁 包括戲劇比賽 這個獎金齁 齁 家庭組的齁 家庭組的齁 大概四個人到六個人齁 齁 這個獎金多少呢 六千塊獎金 齁 六千塊 齁 齁 那麼學生組的齁 十二個人以上 齁 十二個人以上齁齁 齁 是一萬兩千 齁 十二個人來分配這個獎金 齁 齁 那個社會組的齁 社會組 是十二人到二十人 他的獎金是一萬兩千 請問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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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謝謝 好,謝謝洪議員的質詢 接下來我們請張耀宗議員來質詢 好,謝謝主席 潘副市長,我要請教 你個人,你個人有沒有成立一個粉絲專業 你個人有沒有,來,請發言 主席,謝謝張耀宗議員指教 我個人沒有成立這個專業 你個人沒有,你個人沒有 所以你不完點輸了 不完點輸了 我想我個人沒有成立 這個科技時代,你這要改進了 好,你請坐下 我來學習 好,索冠廷局長,來,你有沒有 你有沒有粉絲專業 我沒有粉絲專業,我個人的頁面 個人頁面,所以你沒有粉絲專業 好,您請坐下 謝謝議員 副市長和這個教長 我要請你請到幾個內置 在我們林佳龍市長 已經當選市長以後 已經當選市長以後 我看到我的好朋友 那個教長 我看到我的好朋友 一個戶數團體 戶數團體的 Angela 你很清楚的 你也真是罵你 Angela在臉書上 就林佳龍個人臉書上面 跟他對罵起來 我大概把圖放到給你看一下 把圖放到給你看一下 這個圖面你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看過 Angela和林佳龍市長 在臉書上對罵起來了 這個來,你知道嗎 來 來,教隊你請答覆一下 包議員我想這應該不是對罵啦 是一些政策上的溝通跟說明 應該就是一些政策上 你聽聽聽聽聽聽 就是 呃 很多誇張不實的批評社會還是會有公道的 對 這是誰的答覆 這是市長的答覆 好,啊那個Angela怎麼給他倒回去 因為我現在被擋到了 看不太清楚 來來來 好 包議員因為這樣蠻清楚的 我就不唸 唸一下,唸一下 唸一下,唸一下 唸,現在看不到了 唸,這樣有更清楚嗎 要講清楚是誇張不實的批評 你連講都不講清楚 就說人家是批評 這不是市長應該有的高度跟態度 好 我這邊要請問局長 是 這段對話 你是林佳龍個人給他答覆的 還是他的管理人 還是他的邊編者給他答覆的 你知道嗎 我想這是市長個人回覆的 確定是他個人回覆的 你確定嗎 應該是啦 我可以再確認 但是應該是沒錯 我的了解 那Angela說他的高度不足 態度不足 你覺得他這樣子答覆 我想市長喔 他每天日理萬機 可是卻親自去回應這些團體的說明 他親自去回覆我想就是顯示出最高的誠意 那我覺得是這樣好 你請坐啦 謝謝議員 我覺得是說 如果你現在 你問過市長嗎 你說這一個 對 這段對話 確定是他答覆的嗎 看鼻聞應該就是 你用麥克風說一下 確定是他個人答覆的 我沒有跟市長確認過 但我的了解應該是市長答覆的沒錯 但如果議員有需要 我可以會後再跟他確認再跟您回覆 你大概覺得這是他的語氣就對了 謝謝議員 除了這段對話以外 除了這段對話以外 我最近幾天 我拜託你們 一舉單位 一舉單位 把你們一舉單位的粉絲專業的一個按讚的人數 我大概給他統計下來 那 林佳龍個人的粉絲 粉絲人數當然很多 因為他很努力在經營他個人的粉絲專業 他達到四十三萬五千人 四十三萬五千人 那 台中市的一級單位 除了民政局 他有達到一萬三千人 一萬三千人 還不錯喔 一萬三千人齁 我的好朋友蔡世穎他很認真 雖然他自己個人都佔不到一萬三 他的 民政局粉絲專業的按讚的人數有到一萬三 觀光局有三萬一 三萬一 三萬一 觀光局也不要太高興 我剛才給他看一下高雄 高雄跟台北市都達到好幾十萬 觀光局為什麼大家會比較去給他注意 因為他有發佈一些觀光資訊 所以觀光局達到三萬一 除了民政局跟觀光局還差搶人力以外 我跟副市長還有我們的局長 我跟你講 人事處按讚的人數只到七十個 七十個聽好喔 不是七千個是七十個 過來主計處九十個 高雄的九十個 然後呢 各位過來 客委會一百六十個 農業局一百六十個 圓民會一百九十五個 法治局一百八十八個 我其他就不要再講了啦 我其他就不要再講 我在這邊 我今天要特別跟我們的局長還有副市長 我要跟你們報告 這些少得可憐 少得令人意外又可憐又覺得很差異的 這些粉絲專業 我把它叫做長草的粉絲專業 長草的粉絲專業啦 但是我在這邊要跟副市長報告 長草的粉絲專業有時候喔 他還是肩負了一個政令宣導還有傳遞訊息的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他已經長草了 那長草粉絲專業貼出去的很多訊息 民眾還是有人在看喔 還是有人在看喔 這些訊息 我剛才長草的粉絲專業 貼出來的訊息呢 有時候是長草的訊息啊 那有的訊息已經很舊了 第二點 有時候呢 他甚至是錯誤的訊息啊 副市長 你不覺得這個很嚴重嗎 這很嚴重耶 長草的粉絲專業 貼出來的訊息 他也是長草的訊息啊 這個很嚴重 傳遞的訊息 有時候當然是錯的喔 不只是舊的有時候是錯的喔 副市長 相對這件事 你有什麼看法 副市長你說 主席 謝謝張議員 剛剛的這樣的一個提醒跟指教 我想這個臉書的 這樣是一個非常好 也是現代喔 可能是一個很棒的這個 溝通的平台喔 但是我想各個機關的 可能也因為這個 屬性還有他的互動 有沒有需要改善 我想如果確立已經成立 也應該要用心的去經營 用心經營 包含這個裡面的 他如果不用心經營的狀況 也應該要 我想這個我們內部會來提醒 要來怎麼辦呢 如果說他就是70個人按讚啊 表示非常沒有人在看 他也沒有人在管理 貼上去的訊息 搞不好是幾年前的舊訊息啊 我跟你講我在上一屆的一個 胡 胡志強市長的這個任內 我曾經也跟他諮詢 他的粉絲專業喔 每次都是都是喔 停留在投票前幾天啊 就停留在那邊 那我剛剛講 長草的粉絲專業 你覺得有什麼樣子 你個人除了應該 好好給他管理以外 你有什麼樣的建議呢 我想跟議員也做個報告 這個也許之前他們機關的巡立 就一直存在著 那也許很多的首長 可能都還沒有進一步深入的去進行這方面的檢視 所以剛才議員這個很好的提醒 我們府內會來做一個通版的檢討 也提醒首長 這個要善用 並且應該要隨時更新 你請坐 好 謝謝 我在這邊喔 我具體的建立 具體的建立喔 長草的粉絲專業 我們就把它關了吧 好不好 把它關掉 長草的粉絲專業把它關掉 然後我們來成立一個台中市政府 一個正式的一個官方的 由新聞局來統籌管理的台中市政府粉絲專業 教長 我這個建議你覺得怎麼樣 長草的粉絲專業很多錯訊息喔 很多錯訊息喔 保安我們會納入通盤的評估跟檢討 你的意見我會納入通盤的評估跟檢討 對於那個長草的粉絲專業你的態度呢 就是因為每一個局處的屬性不太一樣啦 有一些局處事實上我們去評估之後 事實上是可能沒有成立的必要性 可是有蠻多局處其實是有它獨立需要去散發一些訊息 比方說像觀光局他的粉絲專業其實經營就還不錯 常常定期會有一些資訊 我們新聞局也有自己的粉絲專業 那有一些局處是不是有其必要性 副市長剛剛也明確的指示 就是說整個通盤 我覺得啦我覺得啦齁 我剛剛一直在強調 我用長草的粉絲專業 他還是粉絲專業啦齁 台中市市民不曉得他是長草的粉絲專業 所以呢他甚至不只台中市政府 譬如說台北人或者哪裡人 他來台中來旅遊的時候 譬如說他看交通局的粉絲專業 他按進去以後 他不曉得是舊的資訊 這個問題可大啦 對台中市政府的形象 實在是影響非常非常非常大 所以我在這邊其實我要具體的建議啦 其實啦齁 你只要有台中市政府一個統一的粉絲專業 齁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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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建立起來 還有對於剛才我講的Angela Angela這個 我的好朋友 她在 她在 臉書上就跟林佳龍對罵起來了 在對罵起來了 我覺得這個事情 我原來以為說 那個不是林佳龍 但是你剛才告訴我 那是林佳龍 我是感覺到有點震驚 有點差異 沒關係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心情 每個人都有每個人的想法 這個 這個他個人私人的一個 一個看法 我不會給他干涉 但是我覺得林佳龍 個人的粉絲專業 那你是不是應該透過 一個正式的一個公告 告訴大家 這個是林佳龍的 個人的一個官方的 粉絲專業 因為現在你只要到你的 臉書上 你把它按林佳龍 大概裡面有好幾十個 好幾個粉絲專業 很多是外界人給他成立的 外界人給他成立的時候 他每個粉絲專業有很多管理人 對於被認證的官方 林佳龍 粉絲專業 還有建立 建立你剛剛講說你要研究嘛 那對於 個人被認證的官方 臉書專業正式給他公告 這件事情你覺得看法怎麼樣 我完全贊同議員的看法 那也可以容我大概30秒時間說明一下 剛剛的那個 就是說 市長他親自上臉書去回應網友的意見 這件事情我認為他是顯示出最大的誠意 那針對一些不管是團體 還是一些個人在網路上散發不實的言論 市長他去把它進行辯駁 而且提供正確的資訊 我認為這是他付出最大的誠意 是 好 您請坐 謝謝議員 您請坐 我們這個副市長 我們這個局長 聽說是這個 有史以來 全台灣第二年輕的局長 那任內表現得也非常好 像他剛才在 答覆本席的一些講法的時候 非常的北方 講話講得非常好 我給你加講 給你鼓勵 但是當然有一些想法 外面有一些想法 我們聽到一些不好聽的話 我們多少少聽起來 包括跟我們媒體的互動 包括跟民意代表的互動 包括跟議會的互動 因為互動我是不以為意的 你有沒有互動 我其實不以為意的 但是呢 但是呢 坐在後面的 很多媒體記者告訴我 說我們這個上任的 這個卓冠廷局長 不太理人 不太理人 那甚至當初呢 當初呢 你用了一個 我們媒體出身的 一個主任秘書 我們當時是寄予厚望 給予期待的了 然後整個百日 百日遊感也過去了 現在已經進入到 快第四個月 第五個月了 跟媒體的互動 還是很少 還是很少了 外面還甚至還聽到 有些不好聽的話 要不要聽聽 我講給你聽 聽說你跟這個局處長 關係不是這麼好 有時候叫局處長到辦公室來罵人 有沒有這事 有沒有這事 這是局長跟我講的 有局長跟我講 我是說這樣 年齡絕對不是問題 但是給我們各局處的一級主管 給他有稍微的尊重 我想這是應該的 尤其對於媒體的互動這一塊 本席也是媒體出身 但是到現在為止 我們局長還沒到我的辦公室去過 這我不一定要來 但是至少對後面這些辛苦 的一些媒體先生 媒體小姐 你要給他一定的尊重 那這樣對於訊息的傳遞 對於市政的宣導 我想對你非常非常非常有幫助 有則得過 無則加免 兩分鐘 一分鐘給你講一下 來一分鐘給你講一下 那個報議員 就是對於媒體的服務 還有一些資訊的提供 新聞局如果做得不夠 我們會再更加加強 一直都戰戰兢兢努力去做 做得不夠 我們更加更努力 謝謝議員指教 好 謝謝張又中議員 接下來是陳清榮議員質詢 好 謝謝主席 副市長 各位一級主管 那我們一位同仁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早 早 首先我想來請教 我們文資出來 也是我們文化局 我們就頂接派出所 哪時候可以完工 哪時候可以開放 就頂接派出所 我們 歷史建築 就我知道已經預期了哪時候的完工 已經完工了 已經完工了 完工當時要開嗎 我們研修什麼 研修當時的研修 差不多 差不多六月底進場 我在這裡要求要提派出 那方圓最重要的地方 你們在那邊圍在那邊圍在那邊圍著呢 有愛這個四隆觀瞻啊 好嗎 提早驗收好不好 我們家經腳步啦 家經腳步 好 在這裡的建議啊 局長 就頂接派出所 那位歷史建築已經完成 修復完成 後面啊 剛才我們洪環徽賈達 具有的這個倉庫啊 是不是一樣的 可以來建築喔 來把那些古城庫 保留起來 來阿嬤作為我們 就頂接派出所 這個歷史建屋的覆定喔 這個觀念就跟我們的20號城庫 這種觀念一樣 你認同他可行嗎 這當然 所謂文主的部分 這是文化協議的建築 我們要盡量來建築 好嗎 來跟火柴桃 那些古城庫安 來保留起來 齁 另外 我們就跟文化協 來跟你 這個這個 要求一下 我們這個 豐原陽明街66項 就臨場的這個觀設 我們已經指定為 歷史建築群和古蹟啦 齁 但是土地是國有財產署的 建築真的由林冠處去管理啦 是不是我們文化協議的那個割宣嘛 我們整個把他拿回來 由我們文化協議來主導 來給他修復來活化耶好嗎 啊 跟議員報告 這個林冠局 林務局 他們的林冠處是 有同意說 他們要來管理到為何啦 齁 我們這個目標啦 那個是我們市政的報啦 你開出文學館 修復就這麼好 這個我們一樣 繼續把他拿回來 我相信工地公用保養 國有財產署沒問題啦 尤其林務局和林冠處也拔不得 我們文化協議拿回來啦 你叫他們做文資 修復保存 他們比我們更緊張啦 只要我們的政策要拿回來 他們決定配合的啦 你要拿嗎 呃 如果這個 國產署和我們 不要說話 那就是一個政策我們定的啊 我們這裡沒有標模 要做嗎 他們如果放我們當然 我們沒有他們就慶了 什麼他們慶了我們才來 我們要主動 不是被動 好 文化局要主動 我們政府來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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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好 我們就主動舉舉 好 文化局長請坐 那個 我來請教我們教育局 我在這裡 要先退 我們過去台中間 好 台中市 好 好 我就是懷疑 我們過去的台中間 台中市 好多在教育 努力付出 難度啊 難度我們來的 台中市 台中間都沒有這些 教育的領土人材 好來做局長 在這裡我對我們原局長 我要跟你很配合 你可以擊敗我們過去 所有的 台中間也好 台中市也好 所有在這裡 學務教育的 這些 前輩 你來做局長 包括你旁邊的副局長 如果是 我真的把你們勤勤 啊 你來做啊 我們只以後望 林佳龍市長 心臨裡 如果是你來做 你的政策 就跟他說 校園要收容 流浪狗 校園要開放到晚間 十點 營養 營養 午餐 很多人 你們都幫他補助 五個 這種政策 如果 跟一個教育局長 都幫他補助 制定這種政策 我相信 我們過去的台中市也好 台中官也好 很多教育人材 做這個副局長 局長 你認為你有 你跟 我剛剛講的這個政策 你有什麼突出的一些想法 如果 你來做 我來做到局長 我如果看到你這三行 這三行 我相信 不用你這個局長 來做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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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補五個 航空開放 延長開放 晚上到十點 流浪狗 很可能 像洪敬議員執行 這個叫做 體育 我們運動員 不如狗 人不如狗 你把這三行 政策 你覺得 直接來做 補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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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覺得有成就 有沒有 你如果 只會體育成的政策 有沒有成就 過去台中官 台中市都不認識 全工邀請你來 謝謝 陳怡演的指導 教育是這樣的 你不要跟他講 教育是什麼樣 因為 教育就是要教育 教育就是要教育 教育是怎麼樣 陳怡演 我剛才要先講 我在這裡先跟你講 洪津委員 要求 和平國中 改制委 完全中學 就是我們操長賣五個議員的意見 就是一個政策 評估 評估幾年還在評估 今天就是 過期要向政府去評估 輪到你才 你還基於你後方 你還拿個表在評估 你的政策連 這種對原住民 對山區 會有幫助 你都要不敢做決定 你敢敢做決定 說 開放校園 到晚上十點 這個人都分五個 這種就是有什麼意義 有什麼魄力 自己檢討 對嗎 叫副市長這樣的承諾 副市長一樣 沒這樣的擔當 這叫做新的政府嗎 讓我們有期待 有機會嗎 再來我要跟你探討 你的每一個人 營養物餐都給他五個 什麼意義 當然是 提醒我們孩子的品質 吃的品質 吃的 量 量 品質 然後活化我們在地的 農民 的一個經濟的成長 活化經濟成長 很多人都補助五個 活化經濟成長 有幾對嗎 很多人補助的五個 你不是說 我給你們五個 你們就要吃在地食材 我給你們五個 你們就要吃那些菜 飛金改造食品 有沒有 是啊 這是 你五個當時要發 九月 九月 好 你的有機蔬菜在哪裡 我們在企業範本裡面會 要求學校 跟這個企業範本呢 來跟食材的採購 有機蔬菜在哪裡 五毒蔬菜在哪裡 你的飛金改造食品在哪裡 你九月搜尋都給我看嘛 這裡實材在哪裡 你知道農產品沒有 沒有發表沒有憑證嗎 你們在哪裡 說你這裡實材 是 是有機蔬菜 飛金改造 你怎麼去控管這五塊錢啊 這五塊錢 是一個 一個 齊頭式的假平等 附近電話給你講 我們來台中間跟台中市 學生這些價錢就不一樣 你全面的五塊錢 合理嗎 第二 你說你加了五塊錢之後 你要用啊 在地食材啊 要用飛金改造食品 等等等等 這些產品在哪裡 你的來源在哪裡 蛤 你有一個工業商業 因為你給他五塊 他就給我們 你怎麼決定有 飛金改造食品 決定是無毒嘛 所以我說這五塊 我做兩個 觀點 一個是啊 假的齊頭式平等 第二個叫做 本末導致 副市長 我建議你跟市長建議 這五塊啊 要把它從源頭來處理 這五塊的經費 一年兩億萬 應該要給農業局跟衛生局 先把我們的有機蔬菜啊 無毒蔬菜 先來把它處理出來 先來給衛生局啊 把我們的食安檢查檢測啊 輔導這些無毒的食品啊 包括這些實材啊 先把它處理起來 你要把這些處理好完之後 家長希望的學生是 吃健康 吃安全 不是你5月5塊 盲目的給他五塊 然後促進什麼 經濟 的一個商業的繁榮 這個你教育局長 你說的出去 你的政策一點 腦筋都沒有 你9月9號給你了 五塊給你了 你的有機食材在哪裡 你怎麼知道農產品 不用的 沒有憑政 沒有發票的 騙人 啊 大家都要花5塊 不用你做高的局長 我剛才說的 我好好來做就有了 對吧 哪有這種政策 所以我一直 希望副市長 把這五塊錢 營養午餐的概念 趕快轉向 從食安 從源頭來處理 而不是免費的給學生 我跟你說 營養午餐啊 原住民 中低收入 低收入 弱勢 本來就免費的營養午餐了 哪有這些民間的慈善團體 去給他免費 供應營養午餐的 竟然有任何家庭 沒有去欺負你這五塊 你政府要做的 就是把我的實在 我的安全做好 這樣的一個觀念 你這個局長 我也跟你談過了 你通通沒有在處理 那我再請問局長 你的右手一條龍 一個小孩 處罪台中市 一強資格 幼兒遠在苗栗 請問局長說 這中小孩 可以拿到你的幼兒津貼嗎 可以嗎 呃 可以嗎 跟陳遠報告 這個都在演藝當中 小孩 我們台中市民 對吧 還在演藝當中 你演藝多久了 你知道嗎 我跟你反應到現在兩個月了啦 還在演藝當中 我告訴你 我說副市長聽 副市長 我們今天 沒有留意身體的 的季告或紀觀而已啊 為什麼要限制 幼兒園也一定要在台中市 啊像這 一強資格 一憲資格 你們就沒跟他們保存 反應有九位九段 現在 簽到真的兩個月了 這種考論 還說7月1號要上路 你7月1號之前簽得出來嗎 肯定是簽得出來嗎 簽得出來嗎 沒問題 這個7月1號是只對 我教育局負責幼兒園的部分 幼兒園是8月之後 那8月簽得出來嗎 可以 絕對可以 可以 就是可以有補助對不對 可以有補助對不對 不會朝那個方向啦 你別還朝這個方向 你做 一點政策擔當都沒有 訂什麼政策 這種人要來領著我們台中間的教育教育 我為我們台中間過去才的教育中林 可能啦 派這種人來做教育局長 潘局長 潘副市長 直接跟林家榮市長 要真正的了解 有主要來做局長嗎 再來 我在這裡我還是要肯定我們新聞局 英雄出少年啦 我早就聽到張雅宗議員說 你能把教育中 叫來這個 用 用 英雄出少年好好做喔 但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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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帶你很煩惱 我感覺 新聞局被裁撤的機會啊 最大 你會怕問喔 文化教育都給你搬啦 圓卡位也給你搬啦 觀光旅遊局也給你搬啦 市長辦公室也給你搬一下 你的工作剛才都沒有了 啊英雄啊 憲哥哥要成立齁 我看啦 體育局應該要想辦法 要把你幹掉了 所以啊 新聞局的工作啊 真的要好好去做 我覺得市長都很支持你呢 或是要讓你成立那個影視基金 原來的什麼 中台灣電影什麼 什麼都沒有幫你抬 他酒店的什麼都沒做 跟你新聞局的工作 都要繼續做 要讓你成立 啊 影視基金要讓你開 讓你無關啦 蛤 對不對 誰支持你的 但是我看到了 真的要猜測的應該是新聞局啊 中央早就不行了 做一個官司 做一個台司 如果沒有新聞局啊 我看你是要好好好 把這個局補好 你有信心嗎 佐治長 你補得住 補得住 謝議員 我想那個市府同仁大家都戰戰兢兢 反正當政務官就是不在乎個人去留 所以我們重點是如何把事情做好 盤路市長 他就坐在你隔壁你要很小心啊 英雄出上 他沒有新聞局可以做 搞不好就把你幹掉 因為他會把一些局長啊 找過來談話 你有沒有找過教育局長來談 有沒有 這種就應該就來談啊 好時間到 那接下來我們請 英汝周議員來諮詢 感謝主席 副市長 各級處長 各位課長 媒體的好朋友 大家很早 早 早 教育局長你坐一坐 我看你 給陳青龍 這樣支持了很多 看一個臉 就像笑容笑話出來 本來要先問你 待會兒 還好 還好 我先請教我們的 營養吃少年的 新聞局的 局長 剛才聽到幾位議員 你說 你多少人都會叫 去支持喔 請回答嗎 有沒有這樣 包吟我剛才已經講得非常清楚了 我沒有剛才上述議員講的情形 我們有的是在不同辦公室開會討論事情 不是直接叫到你辦公室 沒有 有說是在我那邊 我是說 依照台中市市政府的體制 應該是市長副市長 可以橫向縱向 來聯繫各級處長 一起來到他辦公室探討 如果是說 國教的局長 是大家 剛才有問題 大家互相交通 如果說的叫一名 我就覺得 這年輕人 如果說你有氣票 是不是在市長的旁邊 那些管理比較大 如果要依照倫理 佩分 你年齡那麼多 他們年齡那麼少 可行性 非常不當 但是 你回答說不 本市相信你 請坐 謝謝議員 我要請教你 我聽說你現在要成立一個 財亂法人影視基金 這是 多少錢 回答 報議員目前送來議會的最佳預算是一千五百萬 一千多百萬 是 你看這筆二十來的統計嗎 希望議員支持我們有信心可以通過 你怎麼有拜託議員說要跟你支持 我想就是我們都全力以赴 對 今年共同 你的新聞集 你的所有 你的幹部啦 你的科長啦 你的整個團隊啦 還要把 議員說 我這就是 利益就是要來做什麼的 要來為了大台中心 影視各產的 來幫忙他們 透過這個基金的 警察可以讓台中心 影視各方面可以進步 你的團隊有拜託議員 有的拿手嗎 拜託大約議員 幾手 有沒有 應該有吧 有拜託過 有拜託大約議員 哪一個議員 因為我們溝通的不夠 我們真的要努力啦 我也沒有請你回答 你知道嗎 你是一個人材 但是 年輕 有活力 本社會很欣賞 非常的欣賞你 還有你有這個機會 可以能夠 來擔任新聞局長 我相信你也有心要做好 但是 活力要加上 文仲 民安話說要頂到我們 你請坐 謝謝議員 你了解團隊都沒有 那麼 我請文化局長 文化局長 你的工作報告裡面 基金費 本來是15000 你要修改自治條例 改500萬 有沒有 有沒有這件事情 文化局長回答 謝謝主席 跟林遠遠報告 是的 有 1500萬 要改500萬就夠了 對不對 要自治條例 局長有沒有聽到 他的 本來 成立基金會要穿5萬 現在文化局 他感覺說所有基金費 不用那麼多錢 我還沒叫你回答 他騎著 不用兩個騎著 我沒辦法 他說 所有 基金費 可以從500萬開始 他 工作報告裡面 要進行 要修改自治條例 我說 你請坐 不確定了 那麼 新聞機長 是 我覺得這樣 你很尊重 民事比較少 我還沒叫你站起來 你再站起來 請坐 聽完我的話 再背起來 那個 店家人 穩重 我覺得新聞機 要成立基金會 要推電大台中市 影視 本身是贊成 但是 我是個人 是不是第一床嫁屋 你本身新聞機 怎麼沒有 怎麼沒有那個能力 怎麼沒有那個專業 怎麼沒有那個人材 本來 影視的 愛護 也是你新聞機的愛護 啊 啊何必再疊床 這裡有 我都想都沒有 想都沒有 想都沒有 啊是不是 可以增加 請一些人 啊是說這基金會 好拜 更容易 讓你議選 要怎麼行 不必經過 這樣議會 這樣 覺得議會 不會這樣 抓著抓手 這 本是回憶所思 啊 當然 我覺得 這樣 啦 紀元 你這個幹部 都沒有 跟這個議員 溝通 那我就請你 你這個有靈略 你就 感到你的高雄 寫個報告 啦 啊想不到 感謝我 要讓 六十三位議員 包括議長 副議長 都知道 你是要怎麼做 啊你還要 思考 人家是五百萬 你一次要 千五萬 這個是不是 就是 預算 這樣便利 也不當 啊本實是認為說 新聞局 應該 這就是你 你裡面的 業務 何必再成立一個 影視基金會 第一床嫁屋 這都是你 你要私信的問題 啊 我也提醒你啦 少年人 有這個機會 好好發揮 你啦 後來沒聽 比林佳龍的 比較淺 哈 真的啊 唐江厚爛 非先人 啦 非不敗一紅 啦 人在這裡好多 啊 那個穩重 再拿出來 我相信 你日後必有前途的啦 你也不必回答 你先報告就好了 阿靖長 休息好了 我跟大家提一個問題 他說 校園開放啦 當然啦 很多同事說 個人健座啦 他說 你就要做大行的啦 本事是這樣 大行也要做啦 既然來當教育局長了 很多私事啦 對地平 大行也要做啦 但是 我是建議說 校園的開放 你說 晚上要開放 本事也贊成啦 但是安全性的問題 各方面 都需要考量 一個好的政策拿出來 但是執行力啦 各方面如果不夠的話 那都不是好的政策 那會 為人過病啦 我現在本事要跟你建議說 除了晚上 怎麼早上呢 你只想到 晚上怎麼早上呢 早上運動的人也蠻多 你說學校要社區化啦 本事所了解 在於是在校園 運動的也蠻多的啦 如何在執行方面 能夠建構到 學校的安全 學統的安全 各方面 這都是實際的問題 我看你的報告 我覺得 你開兩回 很詳細開兩回 結果 你這樣一回說 開放幾間 開放幾間 我說 大台中市的學校都做幾間 讓你開放到來 我就說 四年已經跌了 現在已經五公跌了 你知道嗎 將近 林佳龍的任期 八分之一 你如果說要照你這個速度 我看 民眾 所期待 早上要去運動 還不是要運動 讓你 讓你剛好來 你現在開放幾間 沒有幾間嘛 是不是 你要 我都說 十秒 你要如何 趕快腳步 目前第一階段 看看四十七所學校 然後 安全配套 一定要到位 我們再來開放 好 哪時候會如期說 早上晚上 所有台灣市前面 都可以讓 學校社區我 我就當時辦公 你也考慮得很好 但是有些地方 不需要開放 他就跟社區融為一體 特別是在山區 他本身就已經是 你說城鄉的差距 我聽說 但是 你紀念要做 就是要一條邊 考量到學校的安全性 你不可以說 好平 是比較橫的 偏臉地帶 你一套標準 你要一套標準 你也要詳細去 去了解他的地方 要怎麼做 你這樣回答 我現在看 整個學校 整個七億 你要怎麼做 你先報告 謝謝 好 你因為 你回答的話 我覺得是故意 但是 你因為 我毀於手勢不可思議 你知道 要做 市庭政情 各方面都要考量 不是說 我修這個方法 要你揣槌 就有辦法 是不是這樣 你詳細的 現在高區 各個區域的情形 城鄉差距 你如果在大渡區 要怎麼做 在和平區要怎麼做 在台中本市區 城市當中 要怎麼做 你這麼少 你這麼多 我要跟你探討一個問題 脫衣挑龍 這是市長的政策 那麼 我覺得 你們把他邊的錢 邊的錢 去補助 要如何執行 還有一些 一些問題 你們有去思考 你說 現在佑托 你說剛才在回答 你教育局是 佑托的部分 佑兒的部分 我現在 就來跟你探討佑兒的部分 市長 我根據我的資料 九月共 從九月九年 到 一百 三年 一百 四年 五年 我們 台中市平均 生意力 差不多 兩萬五 兩萬五千 左右 結果 你們現在 包括 幼兒園 學校的幼兒園 公立的幼兒園 你們的招生數 每年招生數 本來是一萬六千三百十六個 結果 你們的核定數 沒那麼多 核定數 這七千 七千七百三七七個 而已 總共有多少人 沒有 發動 公立 一萬六千幾個 所佔的比例 將近百分之 六十六 那你想 你一條龍實現了 那麼要 讀公立的人 經濟比較不好 沒辦法去搭 你有私信說 這一條龍 只錢給補助就好嗎 這不要問你 副市長 如果是這樣 是 是 請副市長回答 主席 謝謝林議員 我想跟議員報告 推一條龍還有 在利用 空間增設 公佑的 這個托兒所 是同時在進行 你說的重點 你說 公立的 托兒所 私立的 國小的 是 托兒所 但是你們有助手去做嗎 你有問到 有助手去做 那空間要如何改善 要怎樣 我告訴你們 現在目前 一百控三年 一百控四年 農眾應該 競家出來 有幾十幾班 公佑托 這就差不多競家 這個 幼兒 可以有三百個的機會 這是初步 我想後續 在整個空間上 我想這會同步 因為 就讀公佑托 公佑 它是免學費 那私幼的部分 就是我們 拖一條龍當中的 每年 可以補助三 三萬元 你說 你剛才有回答 整個幾班 一年要整個幾班 現在說一百控三 一百控四 一百零四年 大概有增加十個班 十個班幾位 十個班 如果一個班三十位 大概有三百 那就是三百的 三百的就反不及其 一萬六千多人 一年才整個三百的 那四年才整個 一萬六千多 一萬六千多 將近 十六分之一 我是跟議員報告說 現在我們當時是 我 你怎麼不可以回答說 你就照近 就所有的學校空間 或是可以利用的地方 你去 去掛近 把它清查出來 這也是方向 就是要用這個方向來努力 市長說要用這個方向來做 你 你覺得怎麼樣 你沒聽到 你晃神了嗎 我有聽到 我有聽到 跟議員報告 確實有這樣的一個指示 事實上跟議員報告 對於弱勢的孩子 他反而要到公立誘遠就讀 他的優先順序是排在最前面的 反而比一般的 社經背景的家庭的孩子 排在更前面 弱勢的家庭 公立確實需要 所以說 你如果說 沒加進 腳步快馬加邊 你手一頂 你說一年三百的 私上 四年這麼輕易的 林市長最少 已經 也要有一萬五千的 我就去達到公立 所以說 你們詳細的計畫 你們一年來要怎麼做 學校清查出來的 你們後面要怎麼做 學校 空間清查出來 也要去試鮮 一天 一日 一日 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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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有事要做 本事在這裡建議 趕快清查出來 趕快清查出來 再來 你們家庭要怎麼做 一年 你說三百的 一百零五年度 你覺得 我就有辦法 很加清晰的 清晰的 是不是現在就要策劃 策劃 空間 設施 經費 各方面 市長 很常說 一條龍 後面 不然 這內容 執行力 各方面 變一條蟲 這 這紀錄 我會放著 我常常跟市長說 不要百日有感 兩年 讓民眾感到有感到 你就算好的市長 這行 我現在在這邊執行 副市長 你也在這裡 教育局 局長要做 不是跟他教育 要牽涉到極處 萬多的 要由你統籌 要由你統籌 這 文釋在這裡 好 好 謝謝林主舟議員 接下來 我們請陳世凱議員跟王立任議員 兩位聯合質詢 時間15分鐘 現在請開始 謝謝 謝謝主席 我們市府的同仁 我們媒體線進 大家早上 大家好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的教育局局長 你知道 在海線 在台中港57 有一個學校叫做中港高中嗎 知道齁 那這個中港高中 他在民國82年成立 那在民國89年成為完全中學 我們很高興 那時候願意把我們升為完全中學 可是升為完全中學之後 局長 請問你知道 他的校地 有多少嗎 請局長回答 跟議員報告 我去過中港高中 兩次 所以我清楚 那 確實是有校地不足的一個情形 你知道 我們 我想教育部有辦定 國民中小學設備基準嗎 如果 如果 以目前來講 他一共有國中部 33個班 39個班 他有高中部18個班 他總共有57個班 有1800多人 擠在2.8多公頃 不到2.9公頃的地方 請問 局長 這個是一個好的 教育 教學的環境跟空間嗎 確實空間是不足啦 這是事實啦 事實齁 那已經經過了15年 為什麼我們的教育局 我們的教育單位 從來都不思考 該怎麼樣 來 作為呢 如果依照規定 這明顯違反規定 對不對 所以 這代表我們市府要公然 帶頭 違法違規嗎 是嗎 所以王議員 一開始 一開始 就是從今年初 王議員 就關心這個議題 那我們市府團隊 也想要決定這個問題 跟王議員的目標 是一致的 你知道他多次被教育部評鑑都列為重大缺失嗎 我知道102年的評鑑 這個對他是原罪啦 不應該承擔這樣的一個 我想 所有的評鑑 所有的都告訴我們 這是一個重大缺失 而且缺失不是只有校地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校地的問題之後 產生什麼樣的問題 這個高中的學生很可憐 我覺得我們海線的學生很可憐 他因為校地的不足 造成第一個 他完全沒有一個地方 可以讓學校來集合 所以他們辦的活動 要分年級來舉辦 他們開週會 還有人要站在走廊上面 然後 這樣的一個空間 然後再來看我們第二項 地下室原本應該是避難的空間 結果呢 因為他的空間教室不不足 前幾天有我們議員質詢 台中市總共的閒置空間有八百多間對不對 我們的局長跟副長說 我們要朝向規劃各種親子館啊 天文教室啊 我們好羨慕 因為別人有天文館有親子教室 我們的教室 我們老師的辦公空間 在地下的避難所 請問這符合規定嗎 這有沒有違法違規 第三個 因為他的校地不足 所以高中部無法征班 我們的高中辦得很好 他的錄取率 他的錄取分數節節升高 可是呢 我們想要征聖美術班 可是因為沒有校地 教室跟我們說 要征班可以 你把國中減班 請問一下 有這種道理嗎 為了要讓高中征班 叫我們把國中減班 那叫這些國中生要去哪裡讀 來 第四項 我們的體育班 原本他有很好的專長 劍道跟桌球 他們連練習的空間都沒有 多次評鑑 都空間不足 校地不足 我們的教育局 想到的方法是 把旁邊的體育館 納入管理 各位 請問一下 體育用地能夠當成 學校用地 來 來逮捕學校用地嗎 可以嗎 局長 請問一下 這個 體育用地是可以成為他的一部分 但是 不能說 體育用地 他就合覆規定 合法合規 就沒有違法違規的事情了嗎 這個我不確定 但是 可以成為他的活動空間 如果你覺得可以的話 那以後我們 我們所有台中市 建地不足的都拿農地來補好了 我覺得 你一定要很了解這件事情 這一塊土地 我們明明旁邊 就有一個文高九 就有一個高中預定地在旁邊 已經從民國62年編定為學校高中預定地 到現在已經40年了 40年不徵收 然後呢放著一個學校 它的空間不足 然後呢告訴我們說 我們沒有辦法解決 告訴我們說 這個空間狹小沒辦法 請問一下 文高九40年沒動 我們該不該積極來處理文高九 局長我們該不該積極處理文高九 所以中文高中的問題 我們要趕快解決啦 是 而且我在這邊跟你呼籲 不要再想用什麼 體育館代館 來抵 來抵補我們的學校用地 明明就有文高九 就相隔著一個體育館 就在他旁邊 這個學校那個 對面有一個大德國祥 有中港高中 有國中部 有高中部 這將來都會成為 我們台中市最好的學區 接下來我們的十二年國教 告訴我們 我們要高中社區化 海線的高中的資源明顯不足 我們三個鄉鎮 只有一所清水高中 一所沙路高工 我們的人口將近逼近二十五萬 我們的人口數正在持續的增加 沒有減少 不要跟我說少子話 我們這個地方有發展性 清水高中跟沙路高工 他的校地完全沒有機會再增加了 我們有一塊文高九 我們的教育局 對外說他沒有需要 要把它解變成住室 我不曉得我們的思維在哪裡 在這邊本習嚴重 鄭重地呼籲 我們重視我們學生的權益 我想我給大家看一個數據 好 沒拿到 我們的林佳龍寧市長 在我們海線 從大甲到烏日 九個區 他總共拿了五十八趴以上的 票數 這九個區裡面 最高的 超過六十趴以上的 有兩個區 最高的 就是五七區 五七的鄉親 給予我們林市長 這麼大的 支持 這麼多的期待 我們呼籲一下 重視我們海線 不要讓我們海線 繼續邊緣化 接下來我把時間交給我們 陳時改陳議員 好 謝謝王立任議員 各位 教育局長 請坐 請坐 好 謝謝 我想海線的邊緣化 是林佳龍市長 在選市長的時候 一直在說的一句話 拒絕海線邊緣化 我想這個議題 中港高中很重要 為什麼很重要 我跟你們說 胡志強市長 針對校地不足的普遍問題 他在四年裡面 他解決兩間 東山高中 西院高中 局長應該知道 對不對 這些都是在市區 我想中港高中是指標性 不要把所有資源放在市區 海線也需要 我告訴大家 在東山高中跟西院高中 還沒有解決校地問題之前 校地問題嚴重不足的前三名 就是西院東山跟中港 前面兩名在市區已經被解決掉了 我想林佳龍市長上任 也要解決校地不足的問題 假設你這一任也解決兩間 中港高中就是一個指標 所以副市長 我希望你在這裡承諾 有辦法的話 要解決校地不足的問題 如果我們有預算 第一優先解決中港高中 可不可以做到 副市長麻煩一下 主席 謝謝剛剛王議員還有陳議員 針對中港高中的校地不足 我想在我們上任的時候 這個議員也非常關心 王議員這邊 我也親自為了這個事情 也到學校 實際上的了解 學校的整體的狀況 包含老師 學生在應用這個校舍上 確實他是不足的 這個問題 我想師父一定會來面對 而且也會有效的來做解決 那當然現在 師父正在做幾個方向的 這個評估 你直接告訴我 可不可以把它列為第一優先處理 一定會來解決 他目前校舍 應用不足的這個問題 在這一任林佳龍市長 任內可以解決 是 那應用的方式上 請容許 我想因為我也在內部 召開過幾次的評估會議 我想這個整個評估之後 也會跟市長來做 最後的報告 來做處理 好副市長謝謝 請坐 謝謝議員 接下來 我要問大家一個問題 這裡有幾個題目 我想問大家 1984年3月12號 創辦了 自由時代週刊 創辦了自由時代週刊 其中週刊的口號定為 爭取百分之百的自由 好 這是第一個線索 後來警察當然去查 然後也停刊了多次 好第二個線索 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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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在群眾面前說 我是一個外省人 我主張台灣獨立 我主張台灣獨立 好 我問你 副市長 我直接問副市長 這麼多官員 我直接問副市長 這兩個線索 自由時代週刊 爭取百分之百的自由 他說我是一個 我主張台灣獨立 這個人是誰 A 雷震 2 蔣衛水 3 鄭南榮 4 陳水扁 ABCD哪一個 請副市長回答 應該是鄭南榮先生 是鄭南榮先生 好 副市長請坐 謝謝 副市長答得很正確 但是各位 在座的官員 包含尤其是教育局的官員 大家能想像嗎 以後我們台灣的孩子 問到這樣子的題目 他將不知道是誰 他將不會知道這個人叫做鄭南榮 為什麼不知道這個人叫做鄭南榮 因為最近我們的教育部 微調了我們的高中 國中的課綱 在課綱的調整當中 他們把很多不該刪的刪掉 在人權的這一篇裡面 他刪掉了白色恐怖 也刪掉了納粹 也就是說我們的孩子 以後在讀到人權這一篇的時候 不知道台灣曾經發生白色恐怖 也不知道地球上曾經有納粹這件事 講到了台灣的民主奮鬥的過程當中 他們卻忘了有一個民主的鬥士 叫做鄭南榮 我想問各位的是 教育局長 請問一下 我聽說你以前是 課綱在開會審議的委員 你為什麼推出 你可以先跟我講一下嗎 請局長謝謝 因為課程關係的上百萬個孩子學習的一個內容 那這個可以公開檢視的 也會有 課綱制定者也會有不足的地方 所以需要各種的管道來吸收 來了解 那如果說連 委員的名字都不能夠公開檢視 當時委員的名字不能公開 所以你毅然決然退出 對不對 你決定退出 所以你認為說委員的名字沒有公開 它是一個黑箱作業 你說是不是 我不喜歡違背一個公民或民主的一個過程的一個決策 這樣的決策 事實上會讓我們擔憂 好 局長我再請教你 目前課綱的調整 它黑箱的部分有哪些 你可以回答我嗎 就我了解就是 它在很短的時間之內 那麼也沒有所謂的公聽會 幾乎已經變成一種轉型一種說明會 說明會是先有東西再告訴別人 公聽會是說我還沒有行程 但是我要傾聽各方的意見 這是第一個 它幾乎沒有這樣的一個機制 第二個就是 它內部的一個決策 是用簡單把一個人在紙上寫一些他的意見 然後真正做最後的決議 反而是召集人或者是主持人 而不是真正一張一張的意見 呈列給大家來公開討論 所以我都覺得 如果這個課程的制定 課程的決策是OK的 那為什麼要透過這樣的程序來達成呢 所以你也覺得目前我們教育部 所微調這個課綱的過程 它是黑箱作業對不對 是 所以局長 我要在這邊呼籲我們台中市政府 要做出一個決定 我們要拒絕 教育部目前給我們的黑箱課綱 這個黑箱的部分我想局長你也很認同 它確實是一個黑箱的課綱 但是 目前我們的孩子卻必須要被迫接受 這樣子黑箱的課綱的過程當中 局長 我想在這邊呼籲 鄭重的呼籲 我們台中市要效法 台南市的做法 我們一起來拒絕 黑箱的課綱 局長你做不做得到 跟議員報告 教育的問題要用教育的手段解決 同樣的 這樣的一個決策 也要透過一個民主的程序來做解決 而不是我們在對抗魔鬼的時候 小心自己也變成魔鬼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會建議 我們 市立的 我們可以手下的高中 那麼 因為顯數權還是在學校的老師 我們教育局 政府單位 不應該把手伸進去 但是我們會 用專業 客觀的立場來建議 所以教育局長 你所說的是 我們用客觀的立場來建議 那目前台南的做法 他們是發公文給各個學校 建議他們可以繼續沿用舊的課綱 舊的課 那個教材 那請問一下 我們台中市 可不可以做到這一點 我們也一樣 發文給各個高中 告訴他們 我們要拒絕 黑箱課綱 做不做得到 可以發文 那我們建議他們 來使用 舊課綱的舊版本 所以我們會發文 對 教育局在這邊會正式發文 沒有問題 但是我必須持平的說 這個最後選出權 還是在老師身上 但是我們 還是做得到 可以 好 謝謝兩位議員的質詢 接下來是蘇慶瑩議員的質詢 因為他提書面 所以 我們休息15分 11點的時候 請各單位主管 就要準備就緒 好 現在休息 請稍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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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说 我们想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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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定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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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吗 感谢观看 你都不知道 为国定遗址 尽数提出 申格的申请 他讲了那么多 园区应该尽数全桌 开放了 以前是一个礼拜两天 现在是每天开放 有进步 也让我们民众随时都可以参观 所以 市长也希望 见证中部地区 从新时代以来的人略活动的历程 所以 现在前面开放 从星期一到星期日都开放了 有水电了 有消防设施了 还有恒温系统 我不晓得 我们的这个OT委外经营 现在还卡在那里 百日有感了 已经超出100天了 我们清水 牛马头移植 让我们清水居民都 感觉到 好像都没有在开放 海线地区的观光啊 清水沙路 有在地的美食 我们台中市 一日游 最佳的行程 有我们清水的社口洋仔 还有我们国庆的黄仔 大洋油库 还有油管 这个管路 军事管路 这么优美的地方 既然 没有办法 好好地把它开放 这观光第一日游 希望我们 胡华群 尽速地 让我们这个OT 牛马头一直的OT经营 尽速地去完成 谢谢 谢谢两位议员的咨询 那现在请 两点钟议员 来担任主席 接下来 我们 请吴亦言 有15分钟的 咨询时间 请吴亦言开始 大家好 首先 我要告诉大家 这个也大家都知道的 台中市 号称文化城 请问文化局长 你认同吗 好 谢谢主席 跟吴亦言报告 非常认同 谢谢 请坐 的确 本习化县 这几年来 台中市的文化资产 越来越多 从100年的 123处 到104年 要升到202处 真的成长很快 很多 但是 但是本习发现到 这个文化资产越多 为什么这几年来的预算 会越来越少 这不是台中市政府 这不是台中市政府 不定是我们的文化资产的保存 和古迹的修复 从一些现象我们可以看出来 这几天 这几天本习担任主席发现到很多议员都关心 很多的古迹或者历史建筑周边的环境都非常脏乱 杂草也很多 所以我要请教一下文资处长 100年 我们台中市的古迹和历史建筑 各几处 100年的时候古迹是35处 然后历史建筑45处 好 那104年古迹跟历史建筑各多少 目前古迹是45处 然后历史建筑是94处 好 处长请坐 我现在再问一下王局长 局长你知不知道 文化局100年有关于古迹维护的费用 100年是多少钱 和議員报告 100年的时候是2億8千万 100凡2年呢 1億7千多万 100凡2年 1億9千多万 1億5千4百多万 你的所持等会再对一下 100凡4年呢 100凡4年是1億5千多万 对 为什么 这一生每年在下降 这个所持开始是需要检查 所以我们每年在变异城时 会尽量来建筑 尤其是我们文化资产这方面的经费 好 局长你请坐 为什么本书要来跟局长和副市长来探讨 为什么我们文化资产越来越多 而且这几年成长了百分之六十几 那预算会逐年的下降 尤其对于古迹维护的会用 古迹维护 我打个比喻就好像说 我们既然跟他认定了 跟那孩子生下来 你要把尽 要把教育 要贵用 所有固借 就是都有历史 有很长的时间 跟局长需要维修 跟那人一样 人越多歲,家事越老,就越要維護,越要保養,這是一定的道理 所以,我們看很多古蹟,很離譜 我現在來給副市長看看 副市長 這個古蹟,草比人高,像嗎?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這個是文昌池 文昌池旁邊的草,已經比人比較高了 文昌池是幾百年的古城 竟然沒有人在維護,沒有人在整理 再來,我們來看下面這個道 下面這個道就是文昌池的北面 這個有沒有像回收場 看一下 下面這個圖,像不像回收場 真的是很離譜很離譜 我在想,如果像這樣的古蹟 一定不會有人要來這裡看我們的古蹟 主席,針對這一點,副市長你要不要說明一下 主席,謝謝吳議員對文化資產的這個保存的這樣的一個建議 我想剛剛從這個整個預算的反應跟這個我們所指定 或提升的這個古蹟的數量 這部分,市府這邊是應該再來做檢討跟預算的努力 這部分我也跟王局長在之前有做過意見上的交換 那因為他這個整個古蹟的 這個整個從調查,研究到規劃到整修到活化 我想這個,王局長這邊經驗也很豐富 我想在105年的預算上,我們盡量再來做這方面的反應 我知道我們市長會請我們王局長來 就是因為他在這方面很專業 而且過去也做得很好 本席今天會提出這個 因為過去四年來是胡志強市長,這個他主政的年代 他逐年把這個維護古蹟的費用逐年再下降 那我想林市長應當不至於如此吧 所以本席希望你們要把這些市定的古蹟也好 這個所謂我們的所有的文化資產也好 包括剛才兩位議員講的移植也好 你都是要便宜生,要去維護 你才有辦法讓這個我們的文化資產保持一個最好的狀態 這是真實啦 還有一點就是,大家的文昌池 我們看剛才北平 就像一個回收場一樣 因為旁邊有一些私人的土地 他就是大替黨 就是這樣荒匯的很厲害 然後把一些有人回收回來的東西就放在那裡 副市長,像這一點點錢 我們難道我們不可以便利預算 去把它徵收起來 讓它成為一個很完整的一個周邊環境 一個很好的古蹟嗎? 副市長 是,我想這部分 更謝謝吳議員所提到的這部分 我想我再跟文化資產來做整個詳細的做一個了解 對於文化資產的預算費用 我想在105年我們會來提升 好,副市長你請坐 謝謝吳議員 最後本席還要跟副市長還有我們王局長來探討一個很嚴肅而且很嚴重的問題 那就是我們在修復維護古蹟真的很牛步化這個問題 我來舉一個例子 民國99年底有一天 本席到大甲文昌池 到這個文昌池裡面 拜拜以後赫然發現到 我們的文昌帝君的頭上 他是放著一個臉盆 一個容器在那裡接水 我抬頭一看 發現到 那處長怎麼會破一坑 處長破一坑 是要來修理處長 不是放一個湯 放在我們的文昌帝君的頭上在那裡沈水 這是很沒力 很沒好 很沒好的一項事情 本席在議會拿出來 當時的葉樹山局長 他也很驚訝 他就趕快去找文建會 去要了一條兩三百萬的 預算要來 先來做一些先起的工作 所以他就把文昌池 觸定打一個替檔 起來 但是這個替檔打起來 當時的葉樹山有告訴我 他會很快的時間 趕快去整齣 趕快去修理好 希望可以在那裡的時間 讓文昌池 讓他風華再現 但是咧 我們一百年 就開始 去規劃設計 我們在那裡 邊內兩千多萬 一千萬的預算 還有 明年也準備一千三百萬的預算 可是 這四年來 我們的動作實在太慢了 都是在原地踏步 你來看看 如果 現在這個文昌池 他的屋頂 一直都是還是鐵皮屋的話 我想 在我們文資處長 你四年多前 你就當這個處長的工作 你都見證到這個歷史 你的心裡做的感想 我們的古蹟維護的進度 其初 其中 其末 這一直被退回 你到底 選的建築師 有沒有問題 你到底 同仁在這一方面的處理 有沒有認真在做 你再想 還有一個 就很減少的 文昌地君 頭上 放一個容器 在那裡深厚 再來 本來一個很漂亮的文昌池 明天去打一個替擋 雖然你們外面 有一些商品打一打 但是外面看起來 也是鐵皮屋 你知道嗎 現在 鐵皮屋多少你知道嗎 文昌地君 現在是落爛到 煮鐵皮屋 人家 別人是 很漂亮 很涼的 文昌地君 一年有 幾萬人來這裡拜拜 一年有 幾萬人的學生 來這裡拜拜 來 祈求文昌地君 結果 我們是去打鐵皮屋 你們想看看 這四年多來 都是在原地的塔布 你們都要好好檢討一下 那個處長 當時 你才能把這個鐵皮屋拿掉 當時你才能把我們的文昌池 整理得很漂亮 因為現在裡面的梁柱 處長 門 很多都已經落了 等四年換了 如果再一個四年 整間都落落下來 那時候 你這個鐵皮屋可以修繕完成 鐵皮屋可以把它拆掉 謝謝議員對古蹟的關心 那麼預計在明年底應該可以完工 你當時葉樹山局長 也說很快 就會把它弄好 你當時也當處長 你坐下來 我問局長 局長 你現在這個進度 已經到年中了 你的期末報告也不好 你要怎麼做 再來你明年要簽三萬 今年一千萬都沒有執行預算 你明年簽三萬 你不要執行 你敢不可以明年像處長 說明年底就做得好 局長 你講看看 你當時 這個鐵皮屋 可以把它拆掉 文昌詞 可以風瓦再現 局長 你講看看 好 郭議員報告 我們以前 拆到的部分 我們會把金卡布來進行 希望明年底 所以我們可以替黨拆掉 學文昌第一軍 可以記到公明 記到一頭 局長 我相信你的人家 但是你一定要去 弱黑進度 你會帶的人 如果沒有執行 我幫你保證 你明年 也是還說明年底 因為這四年來 我都見證這個過程和歷史 所以要拜託你 要比較要緊的 要去調度好嗎 好嗎 好 請坐 各位 最後還有一段時間 我來拿策 教育局長 我們的孩子 當時才會當侯儀 很輕輕鬆鬆的快樂去上學 不要背著厚重的書包 那天我們到超市去 看到一個小學生 他已經快頭背了 把那個他的書包 拉起來看一看 大概15公斤 一個國小三年級的學生 要背著15公斤的書包 這個有多麼的辛苦 我們要請同仁來思考一下 為什麼一定要讓我們的孩子 背那麼厚重的書包 之前我們不是有推展 電子書包嗎 可以從雲端來做學習 一個平板就可以讓我們的小學生 中學生可以快樂學習 又可以學到更多的東西 為什麼 這幾年來一直都沒有進度 這個問題 我不想讓你回答 因為你現在可能也沒辦法回答 希望你把這個問題帶回去 好好思考一下 下一次的質詢 我就會來請教局長 怎麼樣來解決這個 國中小學生背著厚重書包這個問題 好不好 好 謝謝 謝謝我們吳敏忌議員 接下來我們請吳顯森 吳議員有15分鐘的時間執行 謝謝 謝謝主席 各位列席人員 以及記者先生小姐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主席 主席啊 請教一下好不好 議事規則你知道 後面有站 不是記者的 是不是請他舉手 請他到樓上或到前面 好不好 不要站 記者席啦 好 那我們請助理 呃 跟媒體不相干的一些 我這支吳議員 新聞教員都坐在後面 好 所以主席 首先我要 跟救救我們新聞局長 對啊 看到有沒有 那個報告議員剛才您說要請我們新聞局的同仁離開嗎 因為第一次開議的時候 那時候有 就有跟報告有 帥老報告議長說 議事規則你知道嗎 現在是有執行耶 對吧 因為其實他們是服務媒體 看議員我們都尊重啦 因為其實是服務媒體的 服務媒體 我現在在執行 新聞局 我請他到前面或到樓上去 我們都尊重啦 你是什麼人這麼尊重啦 我們都尊重啦 但是這真的就是服務媒體 尊重你才能說什麼 對 你這局要猜測啦 謝謝 你新聞局你做什麼你知道嗎 你的工作做什麼你知道嗎 我知道 你這段時間 你這個留在後面 議員所建議所提的 你政策包括其他建設 你根本就不去探討 對吧 你跟母 你都在唱歌而已 新聞局同仁離開 謝謝議員 我建議 我建議副市長在這裡 我建議啦 新聞局裁冊啦 我們操長派建議 新聞局長去做第四個副市長好了啦 那我要 接下來我要就叫我們文化局啦 文化局齁齁 我們先講 我還是請教秘書室文主任 你比較清楚啦齁 因為局長積極 不說很熟 所以我要請到主任主任 來齁 三天要先講三天你知道嗎 齁 在這裡 在家裡你知道嗎 保養我知道 你知道嗎 知道 當時設高值 阿 設了在那裡花多少錢 你都說過 保養那個在 和平前就已經 指定古籍 來修完成 這就是 阿花多少錢你知道嗎 欸 那個 幾不得 蛤 多少錢 沒有記住 要幾千萬 你不知道 再來 到修理好 開放 參觀到現在多久 我記得是94年完工 阿花多少人申請 去那裡申請嗎 我問你要申請嗎 蛤 他 有預約 但是你沒有申請也是可以去參觀 沒有啦 阿多少人去申請 多少人去參觀 你知道嗎 他 交通比較不方便 所以 可能人數不是很多 好 你請坐 坐的行列入古蹟 你說94年就完成了 到現在沒落到去 政府花一筆錢 這麼大筆在那裡 撞到這裡漂亮 還有 列入古蹟 對吧 阿經 沒落 人以前還沒學兵 香港所 三都會 憲都會 甚至四都會 都通過了 甚至要有一條路出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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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你還是要人家原地地主項 你有古蹟賣賣不能 紀元 算得來正報 蛤 叫你們去 你們都去水平就不會水平 郭鄉 你說 你們無錢要做 不要做 好 局長 我現在要救教你 像這個骨子 路人要怎麼處理 教長請你答一下 好 教國議員報告 這是一個構築在那 交通不方便 是很 很大的問題 但是 因為 這個土地界尾 在內政部 他沒有通過 所以這部分我們的結局來 他怎麼不通過你知道嗎 是你們建設教人說沒有自由徵修 是你們各自為政 沒有好好去協調 老百姓有問題 就要去說明了 你們紀元沒有派人去 你們都沒有在關心嘛 整理要花錢 花錢在那裡拐漫 吳京都不去 沒有路好去 沒有路好去 要去問人家門口做個替門 那地主要送下去 打開不送下去 你關那裡 這不是政府的 我希望 會後局長要去關心這件事情 路應該用專案去處理 你紀元那裡設個古蹟啊 對吧 要開放 還要開很多錢 要用參觀 你們應該要用專案 因為前 後前有的時候 沒有去水平 已經好無論 他沒很多年 由鄉、官、市 都通過了 紀元在內政部 還要不去 所以在這裡 這段就是拜託你 一定要用專案處理 可以嗎 好,這部分我們來跟建設局協調 來結局處理 謝謝議員 其實請坐 局長請坐 其實 古蹟 花了很多錢 所以你們要好好去利用 存在一條路沒有多少 其實我們 建設局有向 向道打通的預算 怎麼會說沒有 我就想不到 誰的去人說沒有 我想不到 再來在這裡 局長 建議 人家先進國家都用3D的 在做古蹟的記憶 你知道嗎 記錄我們你知道嗎 對不對 不一定說要花很多錢 就去處理 所以在這裡 做個建議 讓你做參考 再來我要就這文化錢 合併前 大雅 圖書館 早期 兩萬塊的銀口 現在已經10萬的銀口 大雅的都市館沒有幾百 所以利用 大雅的第1次 第1次的路頂 三百幾百 在做客師中心 我請教局長 客師是不是你們的業務 對不對 你們都市館沒有到學生要訪 找個所在你們訪 那個所在是不是 你們要管的 既然合併了喔 文化協說不是你們管的啊 人家財策啊 甘願 鐵門 關那些啊 三百幾片在那 我希望說 局長 你要有作為啦 對不對 我還要你報告啦 頂 頂四年啦 大雅的你們文化協都知道 火蓋幾片了啦 開火蓋幾片了啦 都安老百姓說要來這裡做 再蓋一個 渡時館啦 四年過去了啦 我不知道 應該你們是不知道啦 但是我不知道你們會啊 不知道在賓三花糕啦 對不對 你行大英在大雅要蓋 渡時館 到現在圓有隻喔 沒有嘛 跟沒有 所有以前裡面我都沒看到嘛 但是協調會開了好幾次 對啊 甚至之前的局長也清新都累積 都會承諾 既然你都歪頂啊 歪頂 人家拿到菜市的樓頂 在做客市中心 你又說不是你們管啊 大家的一些主題都沒辦法去討論啊 我希望說 局長啊 那很簡單的啦 那裡面的網路 都有了啦 派一個替代儀 都要開門 都要勾 這樣你們做不夠 局長 這樣做得到就不夠了 你還沒知道 去渡時館疫情 你 客市中心 要讓開放 你們要讓政派的管理 好不好 局長 請問答一下 好 好 謝謝主席 你管管管的 對吧 你準備要賣你也要去討論 本來就是你們管的 黑面的你都要概括承受怎麼去做處理啊 對不對 政府 政府 人家就是對政政的 沒有 不才會換來支持你 你們紀元 身上去 又問同樣 關閉又賣 那不是要求你要花多少錢啦 對吧 你跟他派一個替代儀器 每天要開問 你們就是 這種心態嘛 拆拆拆都不是我的事情 都不用做嘛 那不是這樣 很簡單的東西 你們要這麼負責 我有想過 加議員報告 因為他那個 使用這條 這都沒有啦 他不要給我負責的啦 我來講到 是怎麼 客市中心 跟使用指導有管理 使用問題不免 那我請教你 第三市場不是做負政事務所 不是做調節會 不是做清潔隊 使用問題還是 市場用地啊 做官員都不敢擔當 找問題來推 這種 沒有錢不是 浪費公堂 三百公平 甘願問 裡面網路當初 合併前 都做得很好 對吧 剛才你 很簡單 叫你派一個 替代議員去 去開問 這樣你做不夠 你說你做什麼大事 我會不會選 是不是 議員 是不是 讓我講幾句 你說什麼 因為 他那個 管理的 所有的事 是 我們 政府 政府 想要求 對嘛 你說 你說 我說 你說 金 要 跨局勢嘛 你今天議員在做這件執行 你副市長做在那裡幹嘛 對吧 你在 支管揮報 你來去協調啊 看要怎麼做 這局要做一局 那局要做一局 那局要做一局 你們要他手勢做得好啊 今天前面的人就是這樣 各級推來推進 沒有人要去協調 對吧 所以你副市長坐在這裡 你要去協調 你要去協調 這貨最糟糕 我會說派一個人在那裏 人裡面設備 很有啊 議員你不要做 你請這個 接下來 我會說你要好好去做 不然我會做的 我再跟你探討 接下來我要請教我們 啊 教育局 既然 我要你請教 我們現在 潭亞神這局就好了 學前教育 我每次在一位執行 我都講到 學前教育 我在這裡 建議好幾次 我希望納貴為正常學前教育 不是什麼設幼稚園 一間學校 如果 一年有三班 你幼稚園就要設三班啦 什麼就一條龍 什麼你補助的都騙人的啦 你知道嗎 你跟學前教育就做不好 不是什麼 潭亞神 總共有2900幾個生孩子 2900幾個是一名喔 你們今年收的幾個你知道嗎 教育你知道嗎 今年收的幾個 要讀幼稚園的 要讀幼稚園的 就是學前教育的年次的 你知道嗎 對不對 我沒有一個精準的數字啦 我還沒有 420位 420位 千年入讀的才420位 那就是變圖圖圖簽的啦 對不對 那兩千四百幾個要算什麼 沒有 還要六十個候補啦 四百幾十個是 對嘛 我跟你說嘛 你輸出的就不夠吃摧打嘛 早就要你們說要幾個了嘛 因為閒置教室你知道 潭亞神有多少閒置教室嗎 你知道嗎 蛤 廣東幾十間你知道嗎 是嗎你沒說嗎 10200塊 1200塊 我現在跟你說 潭亞神 廣東有幾間的閒置教室你知道嗎 為什麼 為什麼 不讓我們所有閒置空間 好好去利用 對啊 學前教育 就是要 聽說要進行 頭一年 你都要怎麼路不得到 現在國民教育9年啊 你看這個 你這樣做就做不到 工人搞事要把他放進去 叫做 要做吉他什麼 一條龍什麼 挖國小的好理 那要怎麼聽到 後面 我本來要學 學老百姓在罵你們的啦 100個 踢3個 跟議員報告 第一個 那個空間確實我們會在規劃 來作為 幼兒園 這也是一個方向之一 第二個就說 現在就是說 各區 公立幼兒園還有一千三百五十個名額 名額 不然還要去 又欠了 沒有 又哭得不一樣 所以我在這裡建議 我也建議過好幾次 我希望幼稚園納入 學前教育班 你知道嗎 就是要讀過正前那年的 我們 所有國學有父親 要轉行收 以學子裡面要轉行收 你知道嗎 不是啊 老實優先 弱勢優先 其他優先 你知道嗎 一百個撲三個 你叫大七個要怎麼辦 我希望 局長喔 你要好好去思考 你知道嗎 謝謝 謝謝這個建議 謝謝 謝謝吳顯森議員 接下來是林碧秀議員 質詢 現在請開始 大會主席 吳議員 我們副市長 我們各國學的主管 我們媒體朋友 各位董事 大家早知道 大家好 好 雖然在這裡吼 我來延西灣 楊議員 掌 那個 好好的 告示的 除磚道路 我來 請告我們 教育局長 那個 教育局長 實在是 你的責任沒那麼龐大 台東市 他這麼多的國中秀 這個 阿嬤也很龐大 但是修身 我跟陸前 我們 林佳龍市長 現在 已經三四五歲了 好像 一些 電源 都沒有什麼基金 阿 阿 從我們 常 我們的 楊議員 在提起的 我 代理一個 雄農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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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說是 明星 學校啦 阿 他在 教育 大人 真正 去的 到現在十六年 外 穿堂 穿堂的 中 一批 泰穴 已經都 落到一半 落下來 結果 學校 現在用 棚步 去 為了 為了 怕穿堂的 泰穴 落下來 去 去 小肚子 這是非常危險 我在那四月 齊辭 我就負責 文來 跟我們 教育 我們教育 教育 也有 飛文 說要 四月齊辭 到現在 現在 高華 飛文說要 摺棋 現場 會坑 演藝 辦理 一直都 不小心 我也很 擔心 說 很擔心 說 在那 村人 孩子 這麼 坐在那 出出 入 萬一 萬一 如果 泰穴 落下來 是要怎樣 在那 雍農 國小 我有 法文去 我們教育 一下 我是不是 針對 這 家 我們 局長 他 叫 飛山 你 重視 一下 像 我這個 法文 裡面 也有 我常常 沒有去拍照 法文裡面 也有 高劫 也有 評估 我有 跟學校說 那是我 學校 參加 學校 說 欸 學校 你們這裡 用 蓬佈 常常用蓬佈 為例 奇怪 你就不知道 泰穴會落下來 真正 危險 所以 事情 三百幾間的 國中修 全市 當然 有親中 玩家啦 像 泰穴 落下來 這個 危險的 工作 我發問 現在 已經 都不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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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生長 肺炎也沒有 現在用蓬佈 為例 風呆還要 搞了 萬人 蓬佈 吹落下來 要怎麼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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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有什麼 責任 還是我們 教育局有 責任 所以 尖水這點 局長 我們今天會 散 你再重視一下 我四月 接著 就發問了 什麼錢 都 要趕緊 跟親中 玩家 這很重要 的工作 我希望 這件事 趕緊 處理 好 謝謝 再來 我要請問 局長 你知道 我們 台中 市 我們的 身心障礙 我們的 身心障礙 學生 有 總共多少人 跟林遠報告 他將近 一萬人 一萬人 孫心障礙學生 兩萬人 一萬 一萬 台中市 幾個台中市 孫心障礙學生 我說 這個 尖水這兒的學生 吼 我們是不是 要計一分 的關心 跟照顧 一定 一定 現在 就是這樣 我們的 孫心障礙學生 國中 國秀 都是 吼 我在這兒學區 我們 學校都可以 算得好 我特這兒學區 我就是這兒學區 若到國中 的時候 有助於 我們交給 國教室 給國教室 去統一 不然 給這些 小孩 用 年購的 方式 他就沒辦法 讓年購方式 你一我一說 用年購 國教室 年購方式 年購一拜 年購五歲 請到文化 我有靠 特教科的課長 我有靠 特教科的課長 你國學國中 就讓我到這裡 我們直接討 在我的基地 教育 那一段時間 我做議員 我在我們台里 土砂公司 有情出一台 身心障礙車 在我們成功國中 情出一台 那多少家長 給我感謝 我自己去做的 這個家長 如果有一個身心障礙的 學生 的孩子 那家長 放多少 學生 又用心 去照顧 用心去照顧 用心去照顧 有那個 身心障礙車 人的身心障礙車 去 家長 家長 整理好 來接去 在照顧 我們在這裡 偷車就偷車 隨車就隨車 很方便 是怎麼說 各國中的部分 我們就用 國教育來通育分圓 通育分圓 像現在 人有 受教前 他國中不合 他也需要 讀國中 我們就讀國 讀國 讀國後 武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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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200幾個我們無方要叫30個 國立中心大學 輔社高處要叫30個 台中高工15個 台中佳桑15個 我們頓庫的領教本來就比較密切 這群的領教本來就比較密切 所以說 我們就甩開頓跟市區 我們應該是說 我們現在已經生為除暇士了 我們自己來頓班劃嘛 我們要用分數 用年庫的模式 只是跟家長還有第二次的執法 他們如果要求200 當中要求200 說這個 他們要求190幾個 我家長幾天來找180幾個 200 我就建立我們頓庫 結果 頂禮拜六混亂 他跟他頓庫 頓庫 頓庫 三路高工 又沒有好車 又沒有好車 結果說在那裡協調 不叫去讀起子 起聰 他說 我就沒有 我就沒有 就沒有魚鋼 就沒有那個 我就去讀起子 也不對啊 所以說 在這裡 我建議我們家的局長 我們已經生為除暇士了 我們可以給他頓一個 單行法規 我們自己可以給他頓一個 在人人偶有受教權的保障之下 應當修一個特殊教育法精神 領定攸關台中市身心障礙及 特殊 教育入學按照辦法 讓他單行法規 讓我們的酒店 有身心障礙的孩子 讓他酒店酒店酒店 家長要 借送 因為國中小 還有辦法借送 有借送 我告訴我的身心障礙車 到國中的時候 沒有 家長說他們家長是兩個 人的啦 人的啦 他要怎麼去接送 像這孫英宗教學生 畢定 畢竟 他的家庭比較歸勢 比較歸勢 如果說 我們 從我們的市長開始 由我們 我感覺到教教長你也 很有心要做得好 是不是說 我們要修一個 特殊教育法 我們不用給國教育處理 我們台中市自己處理 頓巨頭都頓巨頭 對 對 他 我跟他說 我沒有 我也跟他說 不然 我們附近的國中 我都認識 是不是 我來講 給他特殊 家長說 家長說 他們國中特異業 他們可以安置就業 所以 在這裡 我希望局長 像我剛才說的 你看 我們有辦法處理嗎 林議員報告 可以這樣 好嗎 因為 他這個 各中各自 特殊的 學生 教育學生 基本上 都國立的 這個 他現在的 入學方案 我個人 我覺得 可以有 討論跟修正 改變的空間 所以 我們 一開始 我們先來做建議 因為 各中各自 這實在是 他國家在管 教育部在管 第二 他現在是用 能力評估 他有一個評估小組 按道成績的高低 公開 唱名 跟配合你的 志願 會到處 到處 去對境 好好 科系 因為會比較輕度 或中度 他也學一些技術 對他的未來也很好 所以 他有一個專頁上的評估 但是 我們要學生 我就是覺得 不見得 最貼切 所以 基本上 好 我們先來建議 第二點 我們看法度 來 改變這種 入學方案 不 如果我們要直接用單行法 過我們自己的 可能募情 還有一些難度 要說很舒適 做不到 不能自己報告 所以 不是不想打拚 我想我再來思考 看要怎樣 這個 不是只有台中可以改變 如果 林立元這樣良法美義 再結合教育行政部門 也許 全國都可以來一起來努力 那這不是件很好的事嗎 因為 我們 先出社事 我相信 局長你有這個能力 我們 為特殊教育 這條來收 收這個 身心障礙 小孩 讓他收地 收金 收客 他們 都有嘛 大家好 宣布 這間 有幾個 這間 有幾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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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要幾個 我相信 他們的家庭 都能一粒給他 一粒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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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沒有要求他們 一粒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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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們來說 實在是說 一個家庭 如果有生的這種的孩子 對家庭也有一個 很大的負擔 我們可以 安製這些孩子 當然 給他 特殊給他 給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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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問題 你要特殊 雙腦筋 你去36天 沒有車 什麼 還要安排去 安排去 去那個 當時 也沒有車 也沒有車 還沒有車 而且這位 身心障礙的孩子 很多人說 萬人 如果我先說 馬上要家庭水狗 家庭水狗 不知道 有才能處理 你有辦法處理 你來理想 家庭要再賺錢 是要怎麼做 我最沒時間說 法庭就夠 所以 特殊 尖對我們台中市 我建議你 尖對我們孫心障礙的 這學生 好勝好勝 我們不要把他們 成績比例 你們 國政法說 成績比例是 成績共同 不用共同 不用共同 本來就沒有共同兩位 上天對他們也沒有共同 不用共同兩位 所以我們可以幫忙 我們可以做 減少家庭的負擔 減少這個孩子的 這個 再度上海 家庭 再度上海 我 建議我們 台中市 我們一定要 一定 要 要用航車來接 但是 畢竟去到當時 委員 頓居到當時 也很難 發生 事情 如果有什麼 狀況 家庭要去 關心 也沒有辦法 雙路高公 還可以 調整 你都 多少人 頓居到多少人 你就跟他 比較多 像我武朗要求15個 武朗要求15個 台中市長也求15個 武朗要求30個 按照比例 你跟我一樣 我就想 我想 我們 說用總長 招生辦法來改 這樣可行嗎 所以說 這點 可以起來做討論 因為 他還有 簽設 特教法裡面 15人 最多 15人 第二 因為 比較厭重 這點 專業醫療人員 跟醫療設備 這是都要到位 不是說 比較嚴重 一點 就在特市中市民 不是 我 不是說 剛才入學方案 這麼可能 這些東西 就是這個因素 沒關係 我來臨議院報告 這麼好的建議 這麼好 我們告解 有一個 學術的理論 叫 差異性的 公平正義 就是說 要用不公平的方式 來對待 不公平的孩子 這是對的 所以 這有 有 探討的空間 不是說 由我們台中市來做去 我也知道 局長也很放心 要做 其實 對孫先生的學生 真的是 我們要特別去關心 等我都要多 你學到幾萬多多 當然 一百十五個 我知道 我們能夠幾萬多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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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林妍的建議 OK 時間到 好 時間到 謝謝林碧秀議員的質詢 那我們中午 休息到十二點四十五分 我們 繼續質詢 那 也請各位主管 在一分鐘前 就 就做完畢 好不好 現在休息